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扎拉投资修车频道 刚刚有一个江陵宝典 接摸谁啊江陵宝典 皮卡车 车主开过来说方向打不动 在路上动得不得了 没办法开 过来一检查 打开机盖 我的天哪 吓回大跳 其实这是小问题 看一下怎么回事吧 接摸谁好像就是江陵啊 江陵跳 江陵这款是玉虎 应该是江陵玉虎皮卡 车主说这个方向直接打不动 中的不得了 我就把机盖打开看一下 结果机盖打开看 你看一下啥情况 这方向助力帮皮带 直接跑到旁边放着的 这个皮带直接废了 直接跑到这旁边放着 怎么回事了 我都没搞清楚啊 那方向助力 皮带就不见了 肯定方向重的很了 哎 那 我靠 这个空调压缩机皮带也不行了嘛 空调压缩机皮带 看一下 少了 至少少了两 1PK 有1PK已经拉毛不见了 哎呀 换根皮带就搞定了 这个东西 小问题 OK 这不叫事 这个问题 等会儿举起来检查一下底盘 我就这样看一下 它主要是搞一些外观上的工作 巴针啊 叶子板啊 尾门啊 还有前杠啊 这都要掉了 我大体的看一下底盘上怎么回事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底盘上没问题啊 看起来没啥 这个肯定没助力啊 还把它开过来了 厉害厉害厉害 我看这三根皮带都要换 发电机皮带也捞毛了 捞毛了 发电机皮带 三根皮带都要换 OK OK 小问题 小开始 现在我把三根 剩下的两根皮带已经取下来了 取下来了 发现这个空调压缩器这个张紧轮 偏着点 看到没有 位置偏得多远 我们这样 可能视频里面展现不出来 这样看就看得出来了 偏得比较厉害 如果这个架子不换的话 那这个皮带换上去也管不了两天 这就只能把这个支架折下来换了 偏得好厉害 你们看 这样可能看不太明显 我这样是最明显的 这样 看到没有 我这样掉下去的话 这个面是平的 然后这个面就看得出来 上面倒进去了 下面更高 这一眼就看出来 眼睛 我的眼睛非常好 耳朵不好吗 眼睛非常好 行 这个支架子只有换了 抬下来去买了换 三根皮带我倒是买回来了 新皮带 然后这个支架没有卖的 张警轮也有卖到 支架没有卖的只有削了 抬下来削 看一下偏了多少 把这个螺丝拆了之后 在这个架子上 把它削整 看到没有 它偏着的装上去 看一下 这个 空调压收集的 张警轮架子 我销得非常漂亮吧 销得平平正正的 这下装上去 轮子就不会偏了吧 OK 装上去就好了 现在装完了 规矩了 把那会儿推下 咦 打方向 打方向 OK OK 好了 现在张警轮也走得比较正 没有牵 看到没有 那个张警轮 其他三根都换好了 不 方向有足力了吗 OK 收工 这个车 现在 工地上在皮卡 它都自己不剪 它的这东西 哎呀 我也真服了 那个架子买不到 跟它孝正的 还是可以 啊 规规矩矩的 13年的四级六九 2.4排量的发动机 OK 收工